最後 立刻的 默默的 流れる風 YO 哈囉 歡迎來到至高的收藏 我是橘子 今天我們要分享的是 在版的海賊王 藝術王者艾絲 本次的入手價為台幣360元 算是很經典的作品 也是在我心中最喜歡的 艾絲景品之一 在動作上雖然像是 黑屋子對戰前在屋頂的樣子 但其實早在阿拉巴斯坦時 就有相似的動作 今天我們也會認真的比較 這款艾絲與初版的差異 首先在面相方面 兩個版本的差異並不大 正面比較有出入的地方 就是胸前的骨頭裝飾 新版艾絲的用色較為飽和及搶眼 可惜塑膠光澤感較重 另外就是艾絲的牛仔帽 刷色與塗裝都是初版比較優秀 我們可以發現新版艾絲的帽子 舊化的表現極為的不自然 並且出現了大面積的黑斑 算是做工上便宜形式 這點真的蠻可惜的 加上在膚色的用色上 初版的消光感較重 而且用色上偏土黃色 另外我們可以看到右手的高光 在這裡是打得比較重了一點 而新版艾絲的膚色則是呈現橘黃色 同時塑膠光澤感也比較重了一點 最明顯的地方就是在黑色短褲方面 在燈光的造色下直接反射出 強烈的塑膠光澤 但是在藍色的綁帶 新版則是使用了比較明顯的刷色 另外在鞋子方面 新版的表現揪化效果明顯 但鞋底的土黃色上色卻過於的整齊 不像是沾染沙塵的樣子 而在鞋頭上的金屬片凹槽處 初版這裡有做簡單的入墨 不過褲子上的藍色小包包 新版這裡的顏色倒是做得比較搶眼一點 最後我們來看到配套方面 主要是在墨色的使用上 新版這裡呈現的口味比較重 而初版的墨線則是擦拭的相對乾淨 綜合來說 這款在版的艾絲最大缺點 莫過於牛仔帽的質感 不如過去的水準 加上近期在版的景品 都有出現塑膠光澤感的問題 我想這也是官方需要改進的地方 那今天我們藝術王者艾絲的分享 就到這裡 希望大家會喜歡今天的影片 最後也別忘了訂閱加開啟小鈴鐺唷 那我們下次見 如果喜歡今天的影片 歡迎訂閱按讚分享 還有追蹤我們的Facebook跟Instagram 未來有希望開箱什麼玩具 也歡迎在底下留言 那我們下次見 see you